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执行小组委员李炳云医师 武汉肺炎是透过非莫及接触传染 佩戴口罩能够有效降低传染风险 更是保护自己及家人最有效的方式 尤其在出入医疗院所时 请国人务必落实防疫措施 第一 请全程佩戴口罩避免非莫传染 第二 使用过的口罩请妥善丢弃不造成环境污染 另外提醒大家 出入医疗院所时随时保持双手清洁 并避免用双手触摸眼睛鼻子嘴巴 保护自己 不让病毒上升 防疫不松懈 请确实佩戴口罩 降低传染风险 守护社区防疫安全 目标尽上升 并避免非莫障碍 復查阅 阿玉贼 绽免于环境汽石 站露berg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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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 硬量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硬量华尔街 那今天指数是大跌 这个跌了200多点 可是呢 这个盘面上很多的股票 还在继续涨 他还在继续涨 代表说目前指数跟市场 有点脱钩 指数虽然跌 可是很多中老型个股 还在继续标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好的现象 那你说今天这个黑K棒下来之后 指数未来会不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改变 我今天我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我好久没跟各位解这个大盘 来今天又大跌对不对 大跌我又跟你讲 今天大跌你要去看他大跌的主因是什么 主因是因为 美国10年期公贷值利率 突然之间又创进其新高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里面 纳斯达克指数很多科技股 是重挫的 但是我跟各位讲这一次重挫呢 可能会跟上一次的气氛有点不太一样 上一次得到这边我跟各位讲要转折嘛 转折成功我就就上去了 那现在这个阶段怎么看 我认为破底的几率不大 他应该是这边 会形成第二只脚 然后再攻 为什么 你发现到 当美国10年期公贷值率飙高的时候呢 现阶段 你现在去看一下最新的报价他已经稳定了嘛 没有再创高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纳斯达克指数呢这一次会拉回来打第二只脚 他不会破底 因为 工贷值率越飙高的情况之下如果 科技股越不跌就代表说他们会慢慢的脱钩 那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哪里 如果 发生了情况危急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联准会的官员 随时会进场 做一个 购买债券的大动作 他只要 大力去买 价格稳定住了 利率就稳定住 懂我意思吗 所以只要后面有一笔资金准备要开始大买 美国10年级空债 那这样子的话利率他就会稳定 所以我说这一波的拉回 他只是打第二只脚的动作 他并不是要去做一个破前提的一个形态 所以 如果这边转弯的话呢 那大家怎么样就 比较不会怕 所以你发现到今天虽然外资大卖 因为外资卖什么卖台积电 一定的 台积电今天要被调节 但是呢其他中小型个股呢 那一支还是很强的今天投信还是买 自行商卖也卖不多卖十几亿而已 所以代表说这个盘没有出现所谓的恐慌 好那接下来的台积电到底 这次回车季线可不可以买 上一次跌到这里我请大家买 那时候气氛不好 但是我说这个台积电 叫做什么 送钱给你 买进来之后这边我也请大家我的会员朋友全部卖掉了 卖掉之后我们这一段不要想像这一段 这段也很好赚 对不对 我们把这种安全股票身上 然后呢 等到他真的确定的上来赚钱的我们再挪出来做其他中小型个股 是避开他拉回 那现在他又拉回到 相对的低点可不可以买 这个地方如果有台积电的 你来找我 你想要买台积电的各位我也欢迎 你来找我这一边到底可不可以买 我告诉大家 好不好 会员朋友你就看吧如果说有一天 台积电跌 到一个点位我请你买进的时候 你想要买的你就买 那如果你觉得台积电没兴趣的 你就不要离我的抠讯 但是你对台积电很有兴趣的 我有发通知请你要买进的时候你就用力买 时间点到就是该买 好不好 那买完之后也是跟上次一样 该出我会带各位出 好不好 该出我会带各位出 你就等我台积电讯息 那台积电不想买的 我说盘面上有什么其他国报可以注意 其实今天你会发现到 当指数在跌的时候整个市场上为什么信息还是那么强 因为 资金都在中小型个股盘面上呢 有一些IC设计族群 现在很多股票 已经飙到震撼全市场 已经getche 就是说他把整个信心凝聚在一起 一档接一档飙 然后另外一点就说投信还在持续买超 投信还在买就代表说他还要做账 马上就是三月底的嘛 第一季要结束了 所以第一季所谓的季底投信作帐 后面的行情呢 还会更强 你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所以 目前来看的这些产业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有一些拉回来就是要该买 那有些涨上来的 该卖的就先调节一下 好不好 电动车部分还有什么好的股票 我在节目上我曾经跟各位 盖牌过这篮标的 我说你慢慢看 基本面当时我讲得很详细的 这个叫中国第一针我暗示大家 当时在这个地方我说你慢慢看 他后面会有机会怎么样整理整理然后呢 拉起来 对不对 哪一档股票 6217的中探针 很多人喜欢看我节目在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喜欢验证 好喜欢来看 当时在这个地方我说拉回你要注意 拉回整理过他会拉起来 今天中探针有没有长起来了 今天中探针奇怪就长起来了 所以你看我节目我请大家拉回买 有没有 拉回你来买然后面呢各位我是帮你还害你 没有错吧 好那这个已经涨上来我就不多讲了 好不好我今天来跟各位 再预告另外一档标的 这一档叫做雷神索尔 过去有一段 短线的价差我有带各位转过 那我觉得他接下来机会呢可能要来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为什么 第1个 目前这家公司的订单能见度已经看到了第3季 很满 他是被动元件的耗材厂 那 从他也可以来看一下整个被动元件族群 国具还在 还在整理吗 但不是说不好 都会说 凯美 有没有我跟凯美不要放 凯美中股票 整理整理又会在标 所以被动元件这一块 为什么请你不要放因为目前整个订单 还有驾动率的部分都很满 所以呢这家公司 他也是被动元件耗材厂吗从他可以看得出来被动元件的整个产业的景气 因为他的耗材现在需求量很大 另外的封测的部分半导体有没有 半导体怎么看 虽然日月光跟超风这股性比较牛但是他们订单真的不错 所以呢他整个封测产 他测试过程当中需要到什么 需要到IC的卷装载带 就是要把这个晶片一颗一颗包装起来装上去的 有这个上胶带跟下胶带把它粘好 然后才可以出货 那你看看嘛如果封测需求很旺的话 那这个耗材不是 不是也是需要到吗 对不对 所以公司派讲了吗我订单我看到第三季啊 今年EPS法人估多少 可以到3.5块 可是现在股价的35块不到 那你看看下本益比 35块不到就低于10倍 有没有 那这边有开始慢慢转强的特别注意这个是千张大户也有在收筹吗 这家公司你慢慢看 你慢慢看 好不好 这个叫做雷神索尔 这种概念就像什么就像洋米 就像洋米 洋米我跟大家讲说你注意 这边他跟你公告12月份 EPS单月多少 1.64元 12月份的营收是164亿 所以1月份的204亿 2月份208亿 所以我当时我在这个地方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说这样加一加的我保守估计1月2月份是 加起来4块钱 4块钱股价30块不到可不可以买 1月2月份EPS 4块 对吧 我现在股价30块不到 所以我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吗那你现在回头看看 杨明有没有创新高 你这边你不敢切你看我节目你知道该怎么切了吧 对不对 今天的洋米股价33.7 我当时我跟各位讲的时候多少 才28块多啊 啊这种股票你要1000张你要2000张你要5000张都不是问题 你要怎么买都不是问题 那你要报到什么时候就听你就听我的 到了这个财报跟你公告的时候你就把卖卖 第一季的一个 季报公告的时候你就把卖卖嘛 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就是利多见报了 所以他在同时我也跟各位讲说 这个2603的长龙也会被带起来长龙今天是新高价 这些都是比较慢的股票 可是我说他比较稳 你从这种常理常理的这个基本面分析来看呢 他绝对有那个价值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节目我会不会赚钱 那么多人为什么喜欢看我节目 对吧 再来 存安 这我今天要不用多讲了吧 来你看他存安股价 有没有是这个礼拜最强 今天又是涨停板 对不对 我说准备红通通啊 准备红通通啊各位 有没有红通通 几根涨停了 一根涨停两根涨停三根涨停我在这边送给大家的 拉回到这个地方我提醒大家准备要开始再上 很多人不相信 有没有 今天的存安呢 各位你回头一看 哇 超过50%的获利 谁说低价股不好赚的 对不对 今天这个成交量 两万多张 各位 你要买几张 你要买500张也不是问题吗 涨停板也走得掉 你要买1000张涨停板也走得掉 甚至你要买1万张你涨停板还是走得掉 排队数了多少 7000多张啊 走得掉还是走不掉当然走得掉嘛 对不对 所以这种股票好不好赚 很好赚 而且很有感觉他连续三根涨停板 我请问大家为什么他有办法这样做 因为他 股价比较低嘛 整个坐手拉起来的时候 他有那个资金的额度可以这样拉嘛 你高价 超级高价股 大力光你拉三根涨停板给我看看 很难啊 但他拉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到 一拉起来就多少 就超过50%的获利 好不好赚 超级好赚 对不对 好那纯安涨上来了 我没有停下我的脚步 我们继续向前 因为 低档没有买的人我不可能带你去追涨停板 我的做法可能跟其他老师不太一样 对不对 我几乎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一视同仁 该买就是买 该卖就是一起卖 就那么简单 好那你纯安没有买到我请大家注意什么纯安第二 昨天我是告诉大家说已经拉起来了当天 这样子的幅度我请问你有没有超过一根涨停板 其实昨天的涨幅就已经超过一根涨停板了 我说我今天呢 再让他涨一下我再开 昨天我这样告诉大家的 对不对 我说他准备喷出 绝对是一根涨停板的幅度 昨天已经办到了 那今天我们继续涨我们来看这是哪一档股票 2497的 一粒店 纯安是做车用镜头的吗 他是做什么车用抬头显示器吗 有没有 所以我讲了整个千张大户在为真在增加人家在索 网马 对不对 是不是一粒店 没错吧 那今天一粒店呢 盘中有没有新高价 43.85 我两天的时间这样股票我涨了超过两根涨停板的幅度 你换算一下 拉回来我请会也要买 拉到今天的高点 刚好是怎么样 两根涨停板的幅度 那你会说老师他留下上影线呢怎么办 我不是昨天就跟你讲了吗 我昨天我就告诉大家你不要在今天去追他了 我昨天有没有这样子讲 对不对我绝对不会带各位买在这个地方 我的会员绝对绝对今天不会买在这里 懂我意思吗 所以跟着我做的好处在哪里 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吗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是看到快涨停的时候啊好兴奋啊我感觉好像 真的会跟存案一样啊会好几根涨停板 你跳进去买 跳进去追 对不对 但是你跟着我做的你早就布好局了嘛 有没有你不用追在这个地方啊 追在这个地方你今天心情一定不美丽 对不对啊你喜欢冲的 你这边乱冲的今天可能又失败 昨天我就告诉大家你今天再怎么涨你都不要乱追 因为我今天我要做这档股票嘛 这一档我讲的小心比纯南还要更飙 我昨天是不是这样告诉大家的 来各位他今天涨什么样子 你没有看到 为什么请你不要去追他 我两天我已经涨了20%了 我已经赚两根涨停板了 我这边我开始动作 今天这样又多一根涨停板有没有 是不是 就喷出涨停板 我说小心比纯南还要更飙嘛 昨天我请大家来电 今天这样股票呢 有没有亮灯涨停 242我们的城市 对不对 我说电子标股三号 就是谁 就是2425的城市 你会发现到今天这个行情跌了200多点 我运作的股票我跟大家告诉的标的 你们自己看是不是亮灯涨停板 够不够强 所以我讲的现阶段大盘跌不重要 因为都跌到台积电 都跌到大型全职股 只要中小型个股 他的资金他的气势 整个市场气氛都还在的话 我告诉各位标股标不停 为什么现在大家比较不会怕 我讲了2023年才要升息 所以现在那是毛起来赚钱嘛 九颗太阳 九颗有没有超过九根涨停板 你们自己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每个太阳都好像一根涨停板一样 早就超过了 九颗太阳今天又涨停了 我在这里跟各位讲的时候都没有人要理我 王老师你讲的什么烂股票 没赚钱的股票 十几块钱 对不对 今天呢各位58块3 有没有觉得很凶狠 你发现到这一波作手好凶喔 而且他们都集中在哪里 全部集中在IC设计概念股 你会发现这个现象 现在资金全部 用超级凶狠的资金全部集中在IC设计概念股 高档震荡之后呢继续拉 我告诉大家 我今天跟你讲的同时我也担心另外一点 就说这些股票呢来到现在已经超级过了 然后很多投资朋友很喜欢就是说买完可以涨停板 但这个位阶已经太高了 我就算继续涨停板我跟各位讲 我也不会带你去追了啦 我也不会带你去追了 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王老师的产业选股有没有领先全市场 当下你会觉得好鸟老师都不会动 但你给他一段时间嘛 九阳有没有喷到天上去 我跟各位讲的国泰民安逆转胜我暗示你那么明白 对不对 把他倒过来就是安国嘛安国有没有继续在标 有没有继续在标 昨天一个高档十字线之后今天你有没有注意到 再继续爆量继续把他强锁起来 我只能说这一波做手好凶 但这种高档有点爆量的股票 我不太我根本是不可能 再带你去追涨停板 我也不用嘛因为我早就跟各位讲过了 早就请你要买了 对不对 很多人是这个地方才开始注意 想说买完之后看看可以标到100块 再赚一倍 这里是最安全的 我现在我尽量就找这种这边最安全的股票给大家 安国标上来之后 我跟各位讲的连结 有没有 也慢慢开始 在拉台 你们自己看 这都是过去我告诉大家的IC设计概念股 有那么多的股票 我为什么就挑这几档 为什么 有些东西 我台面上我不能够讲的太明白 但你们就自己慢慢去感受 你说这些低价的老师没什么兴趣 高价的细创 我没跟你讲过 我年前 我就跟你讲了这样股票一定会标 我说你想要稳健型的 你资金比较保守的你想要压一档股票可以报一大段的 我是请你要压这样股票 细创 你看标今天又创新高了 我说他的产品 涨幅是 三位数起跳吗 趴数是三位数起跳吗很多人觉得老师你神经病哪 哪可能 现在是完全印证了 对不对 好再来利基利基怎么看 这低档我们也买过 高档这个震荡过程里面的我就不想看他了 但最近我发现产业面有一些不一样的转机 所以我只能跟各位讲 这个如果再拉回来里面的拉回过程里面 有拉回来有急杀的时候你可以买 4968的利基 为什么 他有机会会变成世新的接班人 世新KY这样股票 过去 我们第一次发现到他的时候 股价才79块 这故事我就不要多讲 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现阶段这个地方的他未来有机会成为世新的接班人 所以你喜欢高价股我觉得这样股票 急杀回来的时候你可以买 你觉得老师这个好贵喔对不对有没有便宜一点的IC设计概念股就像 安国啦就像九阳啦就像这个 连结一样 价位比较亲民一点的 我可以压的主力做手也很喜欢准备可以急拉的 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来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一档是IC设计的新标股 他也整理过一段时间了 那最近我发现到千张大户的持股比重的是 在增加的 就最近而已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这个涨上来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他看到这个涨上来 因为他看到什么 他看到这个涨上来 这家公司更赚钱 股价呢 现在在整理阶段 要开始爆发了 这一档买下去喔我跟各位讲 未来不会输给九阳 这一档也很标的对 这一档也很标叫做天狱 现在标到天上去了 我三几块跟大家讲说也没人要理我 现在已经标到300多块 快300多块 如果他们都在标的话 那我觉得这家公司 绝对有这个条件 所以下个礼拜 这两股票要特别注意 只要一点火 他就会发动因为里面的人已经差不多了 那这样股票今天怎么拿到很简单了 今天大家跟我互动一下 身分针字号里面有1的朋友 有1的 我来带你买接下来更标的IC设计新标股 好不好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这一档通通来喔 你只要身分针字号里面有1的投资朋友一个就好了 通通来赚这一档接下来 他会让你 赚不停 好不好 这是哪一档股票不用拆喔 你今天身分之后里面有1的打到要进来 登记好之后礼拜一我的助理会告诉大家这是哪一档股票 把电话拨通这一档接下来 IC设计新标股 直接 送给各位 卖向新世代888惊喜架 888惊喜架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流年一路旺到底 惊喜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业投股 投资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资助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股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至胜关键 顶业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业投股 028511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 华尔街 欢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 你看到这个已经飙到天上去了 不是只有你看到有 市场大家都在看 这股票凭什么 可以这么飙 安国今天又喷出去了 3094的 连结今天也喷出去了 最凶狠的资金 就在IC设计 这已经回到 过去 台北股市里面 某一段时间的一个形态 就是IC设计最标 那个年代可能大家都已经忘记了 那以前IC设计 开 一开盘就是涨停板 一开盘涨停板 它就连续涨了十几二十几根涨停板 所以IC设计里面新标股 各位这个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身份证字号里面有1的投资朋友 通通来电 这一档 我们一起赚 涨不停 好不好 把电话拨通 IC设计 新标股直接 送给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